是很估计的 你可能要坚持你的品质 你想要坚持你的技术 你想要坚持你的流程 但是你的同业可能跟你说 何必这么努力 何必那么辛苦 我们只要猜一点点东西 我们只要稍微的投机取消一下 你也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 不是吗 你受到这样的冷嘲冷风 或者是你真的在那样的过程当中 也受错了 你也心心在动摇了 那样的过程当中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格特质 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 各位想想初衷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创业 你是真的只会提高很高的收入 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要成为当老板 很多上班族要成为老板 因为他觉得 他的环境的那个老板不OK 然后因为老板不够诚信 他们的老板不够照顾员工 那我们创业者就要有一个心 永远放在心里面 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的老板 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我们市场上的一些企业的作为 那勉励各位所有的创业者 你要永远永远也也也记得 当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 当梦想实现的那一刻起 我们永远都不要成为那一个 我们现在讨厌的那个企业 讨厌的那个老板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就是我们的品牌 所以很感谢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职压力这个过程 希望最后一个这样的演讲 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 能够点亮你们人生的新的方向 能够开创未来各位在创业的领域当中 一个新的据点 我是张立仁 也是你们熟悉的搭人哥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